最近在内地防疫抗疫整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 有27个省市自治区都爆发大规模疫情 上海作为内地经济中心 在前几天就划江而至,以黄曝江为分界 首先在浦东封城,过几天就来到浦西封城 但这不是绝对的,我有个朋友他住在浦西 虽然浦西说过两天才封城 但是他那栋大厦就首先被人强制封闭了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样的一段 就是说有派出所的人上门要对家庭贴封条 但是家庭柴米油盐都已经没了 要求里面就是说社区人员帮他们送米,送油,送蔬菜,送肉类 但是派出所的人员就坚持说我职责要来这儿铁封条 你们就要配合我,然后家庭主妇和老公就出来问 我们来说没有米,没有油,没有菜,我们又如何生活 那谁来配合我们呢 那你找社区人员,但社区人员那里我们打电话去 没有人听,那些东西又没有人送来 那怎样呢,你现在贴封条我们根本都出不了去 那难道迫着我们一家人去饿死吗 那派出所的人员,总之你就要配合我们 我们现在就来贴封条 所以这些就是造成了次生灾难 甚至造成人道灾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上海是有两千多万人的一个国际的都市 在内地的城市里面,它的国际性是最强的 当然跟香港相比就是有很大距离 问题在于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一去这样封城呢 带来很多经济民生的问题 你经济上,你比如马斯克他那个公司 在特意里面就逆流移动 当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呢,马斯克他的工厂里面 坚持要在这个上海设厂 那结果现在来说呢,都一封城,他都要停产 那停产呢,整个供应链,产业链一停顿下来呢 那个效果呢,就是难以估计的嘛 那所以很多类似的这些大企业呢 在这个封城政策的情况下 是一刀切的,变成了他们那个 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呢,后患无穷 好了,现在疫情这样去封城 就算是说这一波里面能够是查到有几千个 或者几万个这个受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都好 但是你难保,比如香港现在第五波的疫情 那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病毒的变种 又来第六波的疫情的嘛 那所以你上海这次封城之后 是不是确保这个病毒一定清零呢 那谁都不敢这么说 那所以比较正视现实 采取科学态度的上海抗疫的主将 张文盟医生呢,莫名其妙,这两天呢 他作为上海抗疫医疗组组组长就被人设了职 这个职务就由上海市的卫健委主任就兼任了 那根据那些消息传出来呢 说张文盟医生啊,他是最喜欢讲真话的 一个这样的抗疫的权威的 他之所以就被这个设职呢 第一呢,第一呢就说上海那个抗疫的成功率 跟其他城市相比呢 成功率是低过其他城市 第二呢就说张文盟医生就在整个抗疫过程当中 是讲过一些叫做不恰当的说话 其实那些所谓的不恰当的说话 我全部把它拿来看过呢 其实都是真话来的 换言之呢,讲真话有罪 所以就将这个林郑疫将 就将张文盟医生作为上海抗疫医疗组组 组长这个职位一旦就撤销了 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就说你谁敢讲真话呢就没有好下场 这个是一个不长的这个预兆 这个是非常之不好的一个讯息来的嘛 那所以作为上海你封原浦西 封原浦东就封浦西 好了封几天先 你封完几天之后去解放封之后 是不是就真的就会清零先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也都有它的人员往来的嘛 它和国外有很多的人员往来 甚至台商有成五十万支多在这个上海的 那香港也都有不少的港资企业在上海 那如果你到时来说 你现在今次封原城的时候 是不是难保以后作为以病毒共存的国际社会 很多国家的人员都会来这个上海 回来上海那些公司外资企业去办公的也有 或者来上海 合谈这个生意义务签合同的也有 还有上海呢 每年都举办一次叫做 中国进口商品交易展览会 那变成了这个国际的往来的人员是 非常之频密的嘛 你是不是又下一次再来一波疫情的时候又去封城呢 又封多久呢 所以就是说这件事就在防疫抗疫 和经济民生和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之间你如何取得平衡呢 那你只是过了防疫抗疫这件事 牺牲了经济民生 牺牲了国际贸易 牺牲了国际投资 那变成本呢 花不花得来呢 而且中国有14亿人口 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各国家 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但是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排第80名左右 第80名左右 所以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前年的 现在讲去年 去年那个人大会议之后结束的时候 回答记者问的时候 中国有六亿人 月入还是一千元的楼下 生活还是很艰难 所以再加上这个防疫抗疫里面 停工停产 对他们带来就首庭口庭 那他们的所在公司都倒闭了 老板本身都亏大本 那员工就没有粮出了 那你政府那个福利 那个福概面 又是非常之有限 而且很多大城市里面 原来那些 这个务工者 打工仔 其实都是农民工 农民工更加就没有城市人口 没有城市的户口 他们的福利更加没有保障 所以在疫情的充益底下 停工停产 他们只能够是执包袱回乡下 回到乡下里面毫无着落 所以就会造成了现在中国 经济下行的时候 纵成了一个失业大潮 这个失业大潮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未曾有过的 那么严重 所以你在防疫抗疫当中 你看到很多场面 比如有一个场面就是说 有一些参加支援建设方仓医院的民工 好了方仓医院建好了 他们要回家了 谁知道就截住在公路上面 要他们就去隔离检测 但是隔离检测的费用 入住酒店那些和检测剂 或者打疫苗那些 全部要他们负责 结果他们就去支援建设方仓医院 所得那几日的工资 直接都不够支付他们的隔离费 所以叫呼连天 他们就职聚在公路上面 在网上发出呼吁 救救我们 这些来说也是很惨的 而且有些所谓防疫抗疫 实行隔离措施的时候 绝对什么情况下都不准出来 搞到有些医院的时候 他们的医院只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 或者重症者 有些是癌症末期的 痛到叫救命的了 想去医院求医里面 结果你跪在地上 医院都不收留你 所以有些人里面就忍不住 就变成跳楼自杀 所以就未曾病死就先跳楼死 这些慘劇就比美皆是 所以我觉得违政者 一定要统筹兼顾 以前古语讲 智大国如烹小仙 在防疫抗疫过程当中 你要看一看 比如现在的奥米克庸 他那个病毒里面 传染力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的病毒的毒性 也都是下降了不少 根据发达国家里面 他们的研究来说 奥米克庸的致死率里面 还低过流行性感冒的致死率 而且都集中在那些重症的部分 或者年长的有多发病常见病在身 因为中了招就引起併法症而死 其实也不是单纯是新冠疫情令到他致死 这些情况来说我们要加以去区别 所以是否值得去牺牲经济 经济民生停产停业 造成这样的企业的倒闭 工人的失业 这个民生的凋蔽 来到去完成这个所谓 这个动态清零的指标 所以我觉得现在越来发展下去 那个经济民生造成的负面作用 是越来越来越大 保不定里面就会发生群体性的抗争事件 例如在深圳 我们也看到了 有些变成长时期的封闭 搞到他们的居民聚集在一起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吃饭 冲破了隔离的篮杆 冲出去 所以例如这场面来说 其实我相信不在少数 所以希望我们国家在防疫抗疫当中 不要采取极端主义 不要层层加码 不要动刺封城封路封区 不要动刺停工停产 但以前毛泽东也有说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所以我觉得在防疫抗疫的过程当中 这个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希望各级领导也要去贯着毛泽东有益的教导 多谢各位